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本周上映的精彩新片 好莱坞巨星巨石枪声化身成为半人半神的海克力士 跟明王黑斯塔的后裔决一死战 争扶过狮子和地狱犬的海克力士 被大家视为超人战士 当邻国发起战争派出大军攻打王国时 他必须试着相信自己挺身而出保卫人民 他们是传统的海克力士 他们不能被判断过普通的魔物 如果您帮助我们 我们会负责你负责你 在神 然后宣布 然后宣布 我们会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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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剑战争 或是你真正的 在这一场传统的传统 你会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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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融入角色 居士强森特地闭门苦练 把自己的每一寸肌肉锻炼到极致 又到了七月鬼门开 接下来张家辉 自导自演的星座 鱼兰神功 要带来中元节 酬谢鬼神的神功戏 西班主应变无法上台 接班人张家辉 决定亲自上阵 演出这一场神功戏 杨建峰的女主角 四处飞散的桌椅 这场神功戏 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进行 叫Landa Cruz 再来是荣获第二十九届华霞电影节 最佳影片的伊达的抉择 六零年代在修道院长大的孤儿安娜 在宣誓成为修女前 决定去见唯一在世的亲人一面 安娜发现自己原本叫做伊达 拥有全新身份的伊达 面对新的变化 她该如何抉择 最后我们来看看动画片 Doraemon 新大熊的大魔镜 大熊在空地上捡到一只小狗意外进入非洲某处 一座与外界隔绝的狗王国 还拿到神秘的藏宝图 狗王国 以上就是本周新片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希望它是值得的 的照片